熊熊烈焰直竄天際伴隨大量農煙 消防隊出動了直升機希望能盡快控制住害人的火勢 而這場野火所帶來的危害 不僅使加拿大當地居民面臨無家可歸的艱難處境 野火所產生的煙霧也使加拿大以及鄰國美國的空氣品質每況愈下 由於加拿大多出野火所引發的霧霾已在6日漂進美國上空 導致東北部包含紐約市在內的許多地區都發布了空氣品質警報 當局也呼籲對空氣品質敏感的人群儘量待在室內 而加拿大當局依然奮力不懈地想方設法撲滅火勢 不過就在這些消防員為了撲滅野火撤離居民疲於奔命之際 當局的動物保護組織也出動救援森林中的小動物 動保人員們花了許多時間拿出食物誘惑才成功將這幾隻小豬逮捕歸案 除了這些小豬以外動保人員也拯救了野生兔子 多隻農場中的綿羊以及一隻受困在住宅中的貓咪 而這些小動物都將被帶往安全地區 直到當局解除撤離令時才會將牠們運回溫暖的家 環宇新聞設備宣傳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